卧室 厨房 客厅都烧到焦黑 甚至屋顶也没了 这场半夜突然来的大火 惊吓到居民 此季志工及时关怀灾民 也发放急难未问经 缓解受灾的困境 同时宣导不要再焚烧垃圾 避免意外再发生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统合